豪宅品味家 透过充满创意的灵感发想 三位当代大师将自己对于生活失误的感想 展现在个人色彩浓厚的作品之中 今天让豪宅品味家带您欣赏 今天豪宅品味家很高兴要为观众朋友介绍的是 三位现代水墨画大师级的人物 首先介绍的这一位是吴学浪老师 他的作品叫做《一之二》 介绍作品之前我们就先来谈谈 吴学浪老师他个人的创作风格 如何从传统的技法当中得以创新 影响后代这个话坛的一些发展 我们今天现场非常荣幸请到的专家 是我们的王月琴馆长来为大家说明 我们首先来欢迎王馆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吴学浪老师在他将近大半生的绘画 以及教育的领域当中 他传承了中国水墨画的精髓 把现代东方绘画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是台湾水墨画现代化的先驱 既然成为说是台湾水墨画的 这个现代化的先驱 我们就透过老师的作品来欣赏老师的个人特色 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叫做《一之二》 而我们光看画面其实就有一种趣味感在其中 老师是不是在中间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想法跟巧思呢 没错 吴老师呢 他用了毛笔把几何的图形 有圆 有方 有长方 还有三角 还有好多种变形的图形 结合在这一股小时候迭罗汉的回忆当中 各个玩偶的神情当中有两点加一束 非常的生动与趣味性 在图中的层次感除了玩偶以及线条的同心协力之外呢 整个图的背景上 艺术家用了末法 笔法的浓 淡 泼 破 激 厚等不同的技巧 呈现出一种鼓硬盎然的情趣 而《延年益寿》则是无学让以天原地方为构图的作品 将心 情 愉快四个字隐藏在四个角落的方块中 而中间的大圆形则是延年益寿转化而成的 图中八个点代表着四平八稳的意涵 无学让以此画像真人只要心情愉快 生活平稳 自然就能延年益寿 我们看到这件作品它的构图上 用排比的大写一枝干 把梅的形态非常强而有力地点出来 在梅的画法上 楚歌老师也独树一格 他用的是圈圈眉 大大小小 浓浓淡淡 各种墨色的眉 触涌在枝干上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艺术家 可以说是画坛当中一个传奇的人物 楚歌老师 这个作品叫做碰到了春天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楚歌老师的个人特色为何呢 我们就请这个王冠奖来为大家说明 楚歌老师在接近中年的时候 他开始对绘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绘画让他在散文 诗文之后 创造了他艺术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环 那这件作品碰到了春天 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 把楚歌的诗意 以及他水墨最具代表性的大笔血液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看到这件作品 它的构图上 用排笔的大血液枝干 把眉的形态非常强而有力地点出来 在眉的画法上 楚歌老师也独树一格 他用的是圈圈眉大大小小 浓浓淡淡各种墨色的眉 触涌在枝干上 所以我们透过馆长一个声明 我们发现楚歌老师的这个作品 其实它最大的特色 就在这个圈圈眉的这个技法上 尤其是这个大血液法 把这个作品的这种 浑然天成的感觉就展现出来 不过我们在欣赏老师的作品的时候 会有一种感觉上欣赏水墨画 但它这个创新的部分 让人家觉得它在这个技法上的呈现 把这个眉的这个神韵吗 或者是说它的层次 表现得更生动 更灵灵尽致 是的 在这件作品上 我们看到梅花是一片的盛开 但是在这细细看 这一片的盛开的梅花当中 我们有看到有远远近近 大大小小 左左右右 枝叶相连 每一朵花都是簇涌着 所以这也是用水墨 用血液 把眉缘发挥的淋漓尽致 结文学 评论 研究 创作于一生的楚歌 为世卫是台湾现代艺坛的传奇人物 他利用源源不绝 并且自由不受羁绊的创作力 画出了风格多变的经典佳作 这幅身影的诗 正表现出楚歌用诗丰富的画面 表现出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境界 也让每一位观者都能为画中丰沛的能量而感动 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呢 是现在水墨画之父的刘国松老师的作品 提到刘国松老师其实他影响不管是东方画坛 或者是西方画坛都有他这个先驱者的一个地位 那他个人的特色为何呢 我们就来请教我们的王管长 刘国松老师在现代水墨画上的成就以及造诣 是当代华人首屈一指 他不但有实验性 而且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创作理论 尤其刘国松老师非常不藏私 他对于他的学生以及喜欢他艺术的朋友们 很乐于分享他的艺术上的概念 正如我们馆长所说 其实刘国松老师呢 他在当时那个年代 所谓的隔中风的命 隔笔的命就是希望从传统的水墨画 能够得以创新走向所谓的现代水墨画 他对这个东方的这个画坛 或者是西方的画坛 都有他这个先驱者的一个地位 那我们就从他今天这件作品叫做《振风扫过乌龙海》来看 刘国松老师经过这么多个不同阶段之后 他在这样子现在水墨画当中的一些特色 就请这馆长帮我们一一说明 我们在这个图上呢 刘国松老师他所用的水拓以及字墨法 表现得淋漓尽致浑然天成 在山光一色海阔天空的宇宙观的观照之下 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把东方的哲学 把诗的意境完全融入在同一个画面当中 而月亮来相会作品 则是刘国松太空画的经典佳作 两节式的构图是刘国松太空画的特色 以时空的上下并排营造出的是 宇宙万象的变化 画面上部以平滑渐层的喷墨表现 柔和之美 画面下方则透过破墨狂草 意味着粗犷豪迈的山川气势 将一动一镜完美结合在画面中 透过好宅旗舰王的介绍 三位大师